转眼之间,2018年就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了,别看今年好看的电视剧并不多,但是新进的男神,女神们却并不少,伴随着一些重要奖项的揭晓,一些平台也发起了各种投票,要说最近闹得最火热的,应该就是鲜浪娱乐发起的最美表演了,这是一档基于演员演技的投票。 通过投票,最终会是位优秀的演员,日间拍电影制作班底,一起完成实质创意短片,微博可以算得上是国内最为致命的社交平台之一辆。 注册用户量也是十分的惊人,自然,最美表演的发起,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的重视,各家的粉丝也迅速发力,疯狂的为自家的爱豆拉票。 此后不久,最美表演的名单出炉,从这个名单中也可以看出,人如其名,这绝对是一波靠演技说话的投票了。 拍的前面几位的明星,各顶各都是有代表作有实力的演技牌,相信不少镇魂女孩看到这个名单已经炸了吧? 没错,凭借着镇魂走出来的小哥哥,朱一龙和白羽缠连了这个榜单的前两名,看到两位爱豆如此优秀,大家有没有很感动呢? 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气正盛的朱一龙更是得到粉丝的力挺,光看他的票数就已经是相当惊人了,足足领先白羽好几杯了。 不得不说,小龙包真的很给力啊,可就在很多人都以为朱一龙会无庸置疑的拿下最美表演的第一名的时候,朱一龙的名字却突然消失了,在最终确定的名单中,被点名的十位明星中,没有了朱一龙的名字。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一龙退出了最美表演的选举,或许会有很多人觉得朱一龙在溜粉吧? 毕竟粉丝们拼尽了全力在为他投票,没想到他说退出就退出了,然而朱一龙方面给出的回应,却让这些质疑声纷纷消失。 得知原因后,粉丝们更是给了爱豆一个大大的赞,原来退出最美表演,是朱一龙的无奈之举。 一方面,朱一龙现在正在拍摄当幕笔记之重启,作为主角,戏份是比较多的,因为拍摄地比较偏远,如果要去参加活动的话,就会耽误剧组的拍摄。 这是朱一龙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作为工人的暖男。 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让整个剧组等待。 另一方面,按照最美表演的要求,最后的十位演员需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次表演。 这与朱一龙日常演戏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习惯做足了准备,呈现最好的自己。 所以对于这样急促的演出,他本身是比较担心的。 朱一龙最美表演或粉丝力挺选择退赛,得知原因后,粉丝们赛,在得知朱一龙退出最美表演的真正原因后,你会怎么看待他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